第36题 生活中氧化还原反应的应用时封广泛 下列拿何种物质在反应中 能使其他物质发生还原作用 A 氯气消毒在水中的病菌 这个是错的 我们上课所教的漂白剂消毒剂 大部分都是使对方发生氧化作用 那么二氧化硫是一个例外 选项A是错的 煤焦工业链铁 这个是对的 我们利用煤焦让我们的铁从氧化铁变成铁 所以它发生的是一个还原作用 失去掉氧 所以选项B是对的 选项C 二氧化蒙利用双氧水自备氧气 这个是错的 二氧化蒙在这个反应当中是当作催化剂 跟反应本身的发生没有直接的相关 就算没有二氧化蒙 双氧水也可以产生氧气 所以并不是二氧化蒙 让我们的双氧水发生氧化反应 或者是反应反应 选项株 二氧化碳 铁带与二氧化碳的反应 铁带将二氧化碳会产生氧化铁跟碳 所以这里的铁带是发生氧化反应 而不是还原反应 所以选项株是错的 所以36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种物质在反应中 能使其他物质发生还原作用 我们答案选择是B 煤焦工业链铁 我们在下一个比 感谢观看